夏天到了就有消暑的冰山主題 讓我們進入慶良的世界 今天我們要跟貓咪們分享五種做假雪的方法 並比較之間的特色 讓貓咪們可以做出最適合跟孩子玩樂情境的冰山假雪 我是Linda 帶貓咪們用簡單方法玩出生動遊戲 第一種做假雪的方式 我們只要用刮鬍泡就可以完成了 將刮鬍泡擠入盆內抹平 將它抹成雪地的樣貌 放置冰箱冷凍一個晚上就可以了 經過冷凍結凍的刮鬍泡 會呈現雪地的感覺 將它切成適量的大小放入盆中 把水倒到盆中我們的布景就完成了 因為冷凍所以摸起來冰冰涼涼的 摸起來會很像是冰淇淋 這種假雪很難塑形又容易融化 比較適合搭配水玩冰山融化的實驗 第二種做假雪的方式 使用刮鬍泡加小蘇打粉 將小蘇打粉倒入盆內再擠入刮鬍泡攪拌均勻 攪拌到摸起來像雪一樣的感覺就可以了 這個做法摸起來也是冰冰的 質地和顏色就像是真的雪一樣 也很容易塑形 搭配水玩樂時不會馬上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的部分玩起來很像 UBLIC黏黏稠稠的 適合帶小朋友玩比較久的情境戲劇 這種假雪會有些許的刺鼻味 沒有使用完的部分也可以當作清潔用品使用 第三種做假雪的方式 我們可以用尿布 把尿布剪開後 將裡面的棉與粉拿出來濕成小塊 加入水後尿布會自然膨脹 看起來像碎冰一樣 摸起來卻像果凍 是很特別的觸感 其實尿布裡的粉末 跟市面上賣的假雪之作包 一樣都是巨餅吸酸那 雨水搭配完了時 因粉會不斷吸收水膨脹 所以在完了時就需要一直加入水 以免水被吸乾 如果加入其他顏色的水 就會像是繽紛的果凍 也可以有漸層的效果 不僅層果凍冰山或是果凍海洋 等等都蠻有特色的 第四種做假雪的方式 我們可以用ivory肥皂 將整塊肥皂放入盤上 微波60到90秒 拿出來後會發現肥皂膨脹成 類似雪堆假雪山的大布景 非常有趣 雖然沒有辦法特別塑形 但搭配水使用時不會融化與混濁 模型也可以安穩地擺放在假雪山上 適合做成塊狀冰山斷層的布景 第五種做假雪的方式 我們可以使用白色乳液或潤髮乳 加入小蘇打粉 約1比3的比例混合 乳液1小蘇打粉3 如果混合後還太黏稠再加入小蘇打粉 直到混起來不黏手可塑形 這個做法塑形效果較好 較可以塑形成形狀樣 也可以做成雪人 雨水搭配玩樂時會慢慢混濁 像是濃稠的O-Blake 因為有使用乳液或潤髮乳 味道很香也可以護手喔 適合小孩玩樂堆雪堆雪球和雪人的遊戲 以上就是做假雪的五種方法 希望可以幫助媽媽找到最適合自己帶孩子玩樂的主題 最後便尾跟媽咪們分享我在世界北極熊日帶孩子玩樂冰山的內容 喜歡的話歡迎可以按讚分享或訂閱我 支持我做出更好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Swin 媽媽今天要帶你來玩Polar Bear 你看這是北極熊 你看北極熊就是住在冰山裡面 但是天氣越來越熱 你看那個冰都這樣斷掉融化了 天氣太熱冰就會融化 它太燙 對 就會燙燙 北極熊就會沒有地方住 所以我們要減少吹冷暖氣 愛惑我們的地球 北極熊要睡覺了 要睡覺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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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